大家好, 我是張宏邦 是天武工程有限公司的鋼筋屈紮工匠 兩年多前, 因為舊公司的業務重組關係 我離開了工作十四年的崗位 當時我真的很徬徨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香港建造學院的招生廣告 寫著免學費, 有津貼 所以我偽然就由文職轉行, 加入建造業 當初這麼大的改變, 我也很不習慣 全靠學院為轉職人士 提供多方面的支援 我才可以順利畢業 還可以成功加入天和 成為月薪紮鐵工匠 收入比以前更加多 作為建造業前線 我可以很自豪地說 現時的工地很先進 而且有無逢無盡的機遇 為了配合建造業未來的發展 我都要不斷學習新的知識 廣泛採用先進技術 我期望自己可以巡主 管工和主管的方向發展 同時考取更多的專業資格 例如吊運牌照 以及安全督導員等 另外也想學習策略技巧 希望日後可以成為 更全面的技術人員 幫助公司帶領團隊處理工程事務 阿邦對紮鐵行業充滿熱誠 同時對他的評議都非常正面 他還是天和義工隊的成員 在公寓時間積極參與義務工作 為社會和建造業出一分力 公司希望他可以繼續增值自己 透過內部培訓提升自己的技能 阿邦,加油 阿邦有責任心,懂得待人節物 平時會主動協助同事 亦願意為工程拼搏 他的工作態度 實在值得大家學習和讚賞 我希望阿邦可以慢慢累積 紮鐵行業的經驗 將來可以更上一層樓 當選結出學徒 我第一個要感謝的人是我太太 有她的支持和鼓勵 工作幾句,我也有信心撐一個 之後我要感謝學院的導師梁國強先生 他經常提醒我要自強不適 在工地要保持謙虛的學習生態 才可以走得更遠 最後我更要感謝公司天和行政經理 李斌輝先生和團隊打理人蕭兩韜先生 感謝他們給我機會成為優秀團隊的一員 我會努力學習勤奮工作 回應他們對我的期望